朋友们好,我是老宋 欢迎朋友们来听老宋坎大三 今天咱们来更新江湖大哥趣闻路 十七,真快啊,一晃到十七几了 今天讲个什么呢 今天咱们来讲一个 江湖大哥的猪九论英雄 朋友们说了,猪九论英雄 这个可是那什么呀 这个我们都知道,三国演义 曹操和刘备 听一下谁是英雄 刘备说谁是英雄 他不行,谁是英雄 他不行,谁是英雄啊 英雄只有咱俩啊 就这么话啊 咱俩啊,就不一听 咱俩快到地 这么一个故事吧 煮酒论英雄 那说这个江湖大哥们的煮酒论英雄 是怎么论的呢 咱们今天也来聊一聊 好多年前呢 作为小弟的老宋 当时是小宋 和几个小朋友 一次偶然的机会,偶然的事件 和两个区域大哥坐在了一个饭桌上 当然我们坐在一个饭桌上 主要是听两位大哥的教导 给我们上上课 告告我们人生的真谛 江湖的险恶 如何才能混淆和他们一样 成为区域的大哥 有名有号的人物 也是我们很佩服的人啊 在整个饭桌上呢 就是我们敬酒也好啊 听一些大哥的教导也好啊 就这样一个 学习吧 大哥们经验的 也希望有朝一日 成为大哥这样的人物 可能是大哥呢 被我们捧的也好啊 拍马屁拍的也好啊 那儿飘飘檐了 九五三旬 就开始聊起了江湖 两个大哥 一个大哥就说 小兄弟们 我跟你们讲 混江湖 得真正去混 不能像现在似的 所谓的那些大哥 就他们 一个有点名气 他们是什么呀 你说他们 怎么成为大哥 你们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像那个 这些谁有点名气 那不是挺厉害吗 厉害 他厉害什么呀 我跟你讲 他是怎么成为大哥 今天 两个人 起了冲突 两个人 要打仗 好了约好了 我们今天啊 在那打一打 谁厉害 好 好 摆一下证券 互相都召集了 这个大哥这边说 来 帮我自占脚助威去 好 我去 一边召了 这个人 去了之后 两边都是一个 城市的一个地区的 你召的里面 他召的里面 互相肯定有认识的 往那边认识 哎呀 怎么来了呢 这帮事朋友 哎呀 我这也有朋友 这多大点事一样 每一堂大点事 算了算了算了 就这么这儿 谈和 两个人都认识 谈和吧 哎你好你好你好 那谈和呢 喝点酒去吧 一般人啊 早饭也喝点酒 这一喝 两边一夜子 哎呀 认识你是谁 你也是谁 过了几天 又有两个人冲突 又找人 哎呀 又把他讨吃了 哎 又呢 一夜子 又干什么 喝酒去吧 嗯 喝了五回酒 你大哥了 啊 都认识你了 你出去大哥了 其实什么 一次仗都没打过 一个人都没消过 就是什么 跟着喝了这顿酒 就叫大哥了 你说这叫 啊 这叫大哥 这叫混江湖的 小兄弟们 你们可别和他们学 啊 其实这就是这 就这混大哥的 啊 哎 这不行啊 不行 哦 原来是这样的 我妈以为他挺厉害的 他说 哎 你看那个那个那个那谁 那个也挺有面子 也挺了什么的 他 哼 哎呦 我跟你讲 他是怎么混的大哥 这个 没说完那个 那另一个 哎呀 我来跟你讲 我跟你讲 就他那样 我跟你讲 他干什么 他就是 哎 赌赌博 打打牌 然后没事输点钱 经常和这帮人 在一起玩牌 玩的输了 赢了 赵 时间长了 大家都认识他了 哎 慢慢混混 你 输钱输多了 输成的大哥 我跟你讲 你以为他真是大哥呀 你问问他 谁跟他一起玩 不是为了赢他钱 啊 还他大哥呀 他是输钱的大哥 懂不懂 你们小孩啊 被指控看他一些 挺牛的 耀扬扬威的 你看谁拿他当回事 谁跟他在一起 都是为了赢他那点钱 啊 抛他那点钱罢了 知道吗 他还叫大哥 哼 哎呀 哼 哎真是受益匪险了 又问 哎 那个 你看 那哪 那个那个 哎呀 好像你看现在有酒店 那边有啥的 他确实算挺狠的 很有面子 嗯 他 哎呀 他实际上还是有点钱 他算哪门的大哥呀 他靠什么起的家 靠女人起的家 哎呀 令女人除外地啊 挣点钱了 怎么的 谁瞧得起他呀 一个吃远饭的主 还大哥 有他那样大哥吗 你看到他 我们都不扭他 真的 哎呀 就那样人 也敢称江湖大哥 啊 他们算什么呀 哦 哎 还有一个 哎 那个那个成人 哎呀 据说坐牢 坐过很长时间 啊 哼 没坐牢之前 他就是个小弟 啊 坐了十几年牢 出来成大哥了 你说这个叫什么社会 啊 坐牢就成大哥了 有这样社会吗 啊 哎呀 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吗 他就是 哎呀 这 这种一宣传 啊 什么黑社会组织啊 他就成大哥了 哼 坐牢说成大哥了 哪有这说牢啊 这也叫大哥 哼 根本就不值得一提 我告诉你 现在的那大哥 没有几个是真刀真枪 啊 真正江湖一起 江湖打出来 杀出来的 就没有几个真正的大哥 他们什么 我跟你讲 一真的有事 一个皮 一个跑得快 都什么 要不宣传的 哎呀 他不是头子 哪个黑社会 哎 他就有名气了 要不这个说了 哎呀 几个小弟一捧 他怎么样 要不成他有钱了 哎呀 就这样成大哥了 哪个是真正的大哥呀 他们都不行 哦 哎 那哥哥 那你跟我说一说 现在这个到底谁比较强呢 这个这个 谁是真正混乱的 哼 要说真正的大哥 我跟你讲 还得你李哥 你李哥那就是真实大哥 人家是真刀真枪干出来的 人家那个外套那是 啊 一个人 跟四五个 都没手远 四五个全打跑 我跟你讲 在这边我说 谁也不佩服 啊 谁抗李哥不尊称 啊 你李哥那才叫大哥啊 跟你讲 这才叫人物 知道吗 你们跟李哥好学习吧 哎 不敢碰碰 我跟你们讲 李哥一般般 真正的 你王哥 这个才叫真正大哥啊 各社会上有名有号 讲义气 众朋友 哎 那个外套 一呼百应 嗯 你别看 有的人 他有点名号 不辞得一起 这样你王哥老老实实的 啊 真的 你王哥也就是不愿 要那个虚名罢了 真正的大哥 还得是你王哥 哎 别别别 还得是你李哥 别别别 还得是你王哥 这才算 哎呀 现在咱们 哎呀 不歇息 不歇息 现在咱们城市啊 真正的城市 也就我俩了 来 干一个 哎呀 小朋友一看 了不得了不得 我们今天真是认识了大哥呀 我们和大哥 我们以后师父应该跟这个 王哥和李哥混的 以后我们师父 哎 跟他俩混以后 是不是就能 撑大哥了 真正的一个是什么了 啊 哎呀 这以后可能是什么了 哎 以后 咱们就跟王哥李哥混了 哎 王哥李哥 你说的是 以后我们就准备跟你俩混了 有事你告诉小弟们一事 小弟们 绝对没问题 按前马后 没问题 好好好说 好说好说 以后好好学 跟着我们 不会亏待你们小兄弟的 啊 哎 九国战云 拆过五位 大家都吃得挺好 出了酒店 往外一走 哎 迎头碰了一帮人 就灭过来 谁呀 哎呀 这帮人可了不得 都是有名有号的人物啊 都是啊 刚才咱们讨论的那几个人 好像都在其中 啊 我们这帮小弟 你们都啥也不是 我怕李文章 还不准备 臭罪呢 我知道啊 不就那谁问 我们有谁 我们有王哥哥 有李哥 可是没想到 太有惊讶了 这王哥李哥一看到 哎呦 诚哥诚哥 你们怎么来了 哎呀呀 哦对 刚吃完 刚吃完 您客气 刚才他什么 扁得一无是处的大哥 都是 刚吃完呢 行有事儿吗 事儿找我啊 哎呀 你现在越来越胖了 怎么着呢 哎呀 你看哥哥 别开玩笑了 哎呀 知道什么 哎呀 听说你最近混得挺火嘛 挺火爆啊 哪哪呀 都是看哥哥们帮我照样 你这这没不敢 不敢不敢 完了 我们好惊讶呀 好本贵呀 这就是我们崇拜大哥吗 这就是刚才 煮酒鹿鹰熊指点江山的大哥吗 啊 怎么一见到真佛 就马上就蔫了你 你现在说说他 你你怎么混的 你不就是靠 啊 吃点饭混出来的吗 你不就靠赌博赌输出来的吗 你不就靠吃点饭吃出来的吗 你不就打了几年 就是打出来的吗 哎呀 没想到他们教他们 不是 不能说卑躬屈屈吧 也得是点头还要 目送着大哥们的背影 的去 可能这个时候 他俩才反过来 呦 我们还在呢 回头炒作我们 他俩也很尴尬 我们也很尴尬 我们笑也不是 说也不是 他们感觉好像 他们可能也在想 我要怎么解释这件事情呢 如何去捉呢 哎呀 好趣的一个场面 好尴尬的一个瞬间 好吧 本来还想去消费消费 娱乐娱乐 这一下双方都没有兴致了 忽然告别了几句 双方就离去了 哎呀 我们几个笑着自己的一声叹息 大哥 哈哈哈哈 这就是大哥 哎呀 很是上火呀 我相信那两个大哥回去也是 哎呀 我怎么遇到他们了呢 好又碰到那些小弟的崇拜 所以说 我跟你讲 就是那个年代也好 现在也好 所谓的我们看着江湖大哥 怎么号称怎么怎么样 哎呀 自己怎么牛 我跟你讲 也不过如此 他们也就是这样普通的人 没有怎么 真的像你想象那样 听他们说 听他们聊 他们就是英雄 顶天立地 盖世英雄 其实也不过如此 反过来说 就是那几个传说那几个大哥 可能是当他们面是这样 可能见到更厉害大哥 也不过如此 人人都一样 菜低 碰高 就是如此 你们觉得呢 大哥 哈哈哈哈 可能真有 老宋反而 我说的是这个 足球论循凶的大哥 好了 今天就聊到这 给朋友们听老宋 看打扇 听老宋 足球论循凶 好了 希望朋友们喜欢老宋 观众老宋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